現在進行第七條 請宣讀條文 現在進行黨團推派代表自花園 首先我們請離委員洪軍 王委員定宇請準備 這個第七條其實在針對的當然 我們也看到所謂的徵修裡面的條例裡面 七之一 七之二 七之三 七之四 是針對反紅媒相關的法令在裡面 其實我們國家中華民國 剛剛我重申再一遍 我們最引以為傲的 就是我們的自由跟我們的民主 所以言論自由絕對是我們的驕傲 那媒體的立場究竟是什麼樣子 以親民黨來講 我們長期以來我們在媒體是最弱勢的 我們可以看到在辯論會上面 我們連被黑的版面都沒有 我們也上不了任何的版面 可是我們還是維持我們該有的基本的 我們國家的核心價值 就是所謂的自由跟民主 這是我們要堅持的 更重要的就是所謂的言論自由 我們不能再回到威權的時代 所以這是我們國家的基本的 我們在國際上面站得住腳的 你今天在媒體的一個行為上面 是喜歡還是討厭 可是重點是我們是一個法治的國家 如果各位還記得的話 2015年有位媒體記者叫郭美蘭 當他被認定為共諜被檢察官起訴 經過了非常多的繁複的在法院檢察官的訴訟 將近花了十個多月的時間 最後結果結論是什麼 給他的一張不起訴通知書 當他接到這一張不起訴通知書的時候 他工作沒了 他什麼都沒了 所以還給他清白 所以給他公平正義 沒人 2018癌症過世 這個社會有還給他公道嗎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 今天看到的真正的核心問題 所以我剛剛也特別在講 當檢察官在起訴你的時候 自由心證有多大 你在法條法令的解釋 定義不夠清楚的時候 碰到什麼樣的檢察官 碰到什麼樣的恐龍法官的時候 你怎麼辦 當他的意識形態夠強的話 你沒有解釋的空間的時候 受害的是誰 所以在法條的定定上面 一而再再而三的強調 一定要把它定義得非常的清楚 才不會引起我們人民的恐慌 言論自由 絕對是我們的核心價值 謝謝 謝謝李委員 現在請王委員定宇 現在請王委員定宇 謝謝院長 本院各位同仁 親民黨李委員的發言 本人非常敬重 有一些意見可以交流 言論自由是台灣最可貴的一部分 但是言論自由它是一個動態的 比方說我們在這麼多年的努力 要求在台灣的黨政軍 退出媒體 難道我們可以放任中共的黨政軍 把守深入媒體 在台灣有些媒體的記者很優秀 專業訓練也夠 可是在編輯台要聽老闆的話 老闆要聽國台辦的話 記者做著不像記者的事情 那不是記者的錯 所以這種不正當的干預 不正當的干擾 的保障不叫言論自由 反而是傷害言論自由 跟我們可貴的第四權媒體 所以當台灣好不容易 慢慢的在媒體多元化 黨政軍在形式上 退出媒體的當下 我們透過反陣鬥法 針對中共特定的一些行為 授權委託 企圖干擾我們不管是總統選舉 或者是國會大選 這個到底需不需要 一個限制或保護 我相信國人意見應該是一致的 而境外敵對勢力的定義 是非常清楚 不是憑感覺我討厭誰 境外哪個國家我不喜歡 錯 這過去二十多年來 境外敵對勢力的定義 與我國交戰或武力對峙的國家或團體 主張採取非和平手段 危害我國主權的國家或團體 它寫在我們太多的立法力裡面 而太多的立法裡面 歷經了國民黨在國會過半的時代 也到了現在 所以它並不是一個單一政黨的主張 所以現在認為境外敵對勢力的定義不清楚 那是自己否定了自己的過去 我們根據目前的定義 根據國防白皮書 根據秦工法國安法所有的法律 根據1999年討論的到今年2019年討論的 我們境外的敵對勢力叫做中國 非常清楚和明確 如果有任何在野政黨 認為除了中國以外 還有威脅我國國家安全的 可以拿出來討論 認為是美國的 大家可以討論 認為是日本人拿出來討論 但是目前我們的法律定義就是這樣子 非常清楚 也不會濫用 而它約束的行為 在政治獻金 在參選 在助選 參選的部分寫在選政治獻金法裡面 是有所限制的 所以所有的行為都是在遊說 干擾集會遊行 賣產品不會 賣農產品不會 宗教信仰的交流不會 現在反而在拆神像 燒妙的是中共 不是台灣 我們這個法律 並不會限制台灣的宗教交流自由 所以 在修法的實際上 現在正是時候 今天 讓我們這一屆的最後一天 把這個法律修訂完成 謝謝 謝謝王委員 各黨團推派花園的委員 均已花園完畢 現在處理民進黨黨團提案條文 現有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現在開始時間一分鐘 謝謝王委員 請大家 請大家 訂閱 請大家 訂閱 蹤 感谢观看 表决结果 出席72人 赞成68人 缓队4人 蓄泉0人 赞成者多数 做以下宣告 第七条 照民进党党团提案条文通过